欢迎大家收看东风破 我是刘振东 今天让我们来谈一下 纳吉如何剿灭希望联盟 纳吉有三个杀手键 第一个是选区划分 选区划分呢 已经成到国会了 国会员看到了 但是不能公开 3月28号才正式提成 提成呢 我相信它一天里面就要通过 通过之后呢 就随时可以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呢 就要用新的选区划分 这个选区划分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1993年2003年 两次选区划分都划出了 很多的多元种族选区 但是现在 纳吉怕多元种族选区 它要变成种族两极化 华裔选民集中在 很大很大的选区 有些有10万人 有些15万人 周一席有6万人 7万人都有 然后呢 它要创造一些马来议席 希望通过马来议席 然后能够胜选 当然这个是马来海啸 还没有形成之前的考虑 纳吉也放弃了华人票 在这个过程当中 纳吉希望通过 就算只是拿到 40%的选票 它也能够支撑 上一次它拿47% 它拿60%的议席 现在整个选区划分的目的 就是让它拿40%的选票 却能够拿60%的一起来支撑 第二 对网络媒体的控制 纳吉其实已经控制完所有的主流媒体了 报纸电视台有巫统控制的 有马滑控制的 电台也是如此 但是纳吉最怕什么 纳吉怕网络媒体 所以现在要做什么呢 第一通过各种方式 把会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关掉 比如说KL吹水战 比如说后市大 那这个国会还有一招 叫做假新闻法案 假新闻法案政府硬硬要在国会解散前通过 它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可能选举前几天 把好一些有影响力的大的网站 就说你做假新闻关掉 什么是假新闻呢 假新闻就是 我国阵政府说你是假新闻 你就是假新闻 但是 国阵的网络军团放的假新闻 就不叫假新闻 第三招 不要给希望联盟注册 其实过去的九年 明年的时代 到希望联盟 我们都一直要把希望联盟 或者之前的名联 用统一的徽章参选 因为我们要形成一个 国阵对希望联盟对等的战役 但是 从去年开始 每一个星期追注册局 追到现在 注册局说我们还不能够处理希望联盟的注册问题 不单如此哦 希望联盟不能够用统一的徽章参选 之前行动党可能不能够用火箭的旗帜参选 现在连土著团结党 因为现在在马人当中稍有影响力了 也可能面对不能够用他们的党徽参选 搞到最后呢就是 要让反对党不知道要用什么旗帜参选 而且最后没有办法用统一徽章参选 2018年大选 肯定是一场很艰难的大选 因为纳吉知道民意不在他这一方 民意要改变 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